我们现在随便找了一支产品来 就是说这个接甲护仔的方法 不管是哪一个功能出问题 都可以使用甲护仔的时候 没有正负级的 先把甲护仔这个头剪掉不要 然后把这个线拉开 打个比方 这个黑色的信 我们打个比方 黑色的信 找个是负信的 把它破开 拨开 如果是行车灯出问题 那就把行车灯拉开 拨开 这个甲护仔是没有正负级之分的 随便都可以接上去的 这个接上去 但是要损对这个瓦数 这个接上去 要接紧接牢固 不要接错信了 反正是没有正负级的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再开始啊 啊 膠布一定要 把这个缠住啊 不缠住的话 怕会短路啊 落水啊之类的啊 一定要把它缠住 每一个都要缠住 全部要缠住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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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OK 就这样